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带着自卑的女人 歌迷跟我说 我很喜欢你 我说 谢谢 里面是为什么 谢谢 为什么 很不懂得接受爱 一个带着自我的男人 不要叫我自大 是多自我 要希望走出街的时候 人人都会知道 忘记我就知道我叫胡美宜 我是那个大导演 我是那个男主角 他们演出着一台好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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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吧 我和您都怕黄 全厨余全厨余 这些关门美西咪 不行 行不行 当时高中好 成功演出之后 毛俊辉和胡美仪这对演艺夫妻 望女偷闲享受二人世界 胡美仪是香港资深的电视艺员 因为一次舞台剧的上司 扭转了她的演艺生涯 1992年的时候 我演了第一次舞台剧 就拿了《罪佳女主角》 拿了个奖很深酸的 很不开心 人家就问 拿奖也不开心 因为那时候我演的电台 在那里演了17年 我一直都很挣扎很努力 希望别人会认识我 但做来做去 别人会说我是甘草演员 但当时事实我真的很年轻 现在来说 我会觉得真的好 甘草 《罗佳女主角》会有甘味 甜味是好东西 但当时的我 就会觉得别人说我老了 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机会了 而去做舞台剧的时候 第一次去做 人家就颁了个最佳女主角给我 我觉得那个奖好像一粒糖 即是说你做了十几年 演艺界 给你一粒糖 这粒糖得了 很开心 不如试试做另一样 从此 胡美宜淡出电视幕前 转心投入美容的事业 而这次舞台演出 却令她结晰到 当时担任香港演艺学院 戏剧表演的系主任 毛俊暉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17年 我在美国17年 所以我就不知不知是谁 那时我为了学生 她有一个剧团 我是那个戏的主角 她们要找一个女主角 跟她配戏 那一遍就 嗯 好像挺好 结果我们一起排戏 其实是很开心 开心 她很认真 虽然她 是第一出舞台剧 第一出舞台剧 第一出舞台剧 但她很认真 很有心思排 我就很重视这件事 所以这样的对手就很开心 那么开心也有得着 然后演出之后 不但观众很喜欢 还有我们两个都得到 历当年 那个香港舞台剧奖的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当我们走得很迷的时候 我也是很忙的时候 排着一个很大型的戏 就有陈宝珠 刘嘉宁 梁家辉 做的《烟雨红船》 64场 接着香港画剧团 又请我做艺术总监 接着那年 我们做到很多创作 包括我自己一些导演的新作品 《还云香》 《新倾城之戀》 2002年 再加上我邀请了 台湾的賴声村先生 来跟我度一个七个半钟头的戏 《鱼梦之梦》 我和汪明泉还是做男女主角的 所以我那年是很忙很忙 所以我们 虽然说我们 感情也在 进展着 又觉得 两个都不是小孩儿子 小孩儿女 所以说到 为什么要谈分论嫁 但在《新倾城之戀》 在十月要开演的前两个礼拜 我突然病了 你不懂得我吗 我再不可以说话吗 人生如气 他们两人的婚事 马上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进了医院 很快就查到她是癌症了 在那时 就真的想想 下个月结婚了 明天就要去酒店下最后的订 谁知道今晚 他就大量吐血 就昏迷 突然发生的 突然 这些是很粤语长片的桥段 我心想 有这么有趣的 他第一个告诉我 他要结婚 我开场就不得了 但当在筹备当中 突然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很多人给他很多意见 其实是搞得他更加乱 反而我不是经常 会跟他说什么 我只是告诉他 我每天都会为你们祷告 神一定保守着他们 胡美宜和毛俊辉 都是基督徒 当时熟悉他们的牧师 很能够体会胡美宜的心情 因为刚动完手术 把整个胃拿掉 他看见那个毛俊辉 弟兄躺在那里 已经变得很虚弱 很瘦弱 他想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我要爱他 我要服侍他 可以吗 最后他在住面前 他认为这是住给我的 所以他愿意承担这件事情 我见到美宜 用了很多的时间 就不断在毛俊辉身边 关心他 爱他 总之可以说 24小时 他完全没有休息 我问你 你为什么可以定得住呢 他说我现在就要学习 希望是用神的爱 去爱这个毛俊辉 一切不算是什么 我最记得他跟我说这个话 当他都不知道 有没有生命的时候 有一种很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在我的心里 我不会觉得是意志可以做到 我觉得神是在保护着我 同时也在保护着毛俊辉 他这种感觉 由上而来的一种平安 我真的享受过 我是真的享受过 手术之后 毛俊辉要接受花疗 虽然过程并不好受 但是令他重新认识自己 我一生 我觉得很幸运 但是其实 我仍然有很大的欠缺 虽然我信住了很久 但是我信心是不够的 是完全不够的 自己觉得很理性地信住 我病的时候 第一件事 神要我学习的就是 就是要有信心 所以我一定要将自己 完全交给他 因为没有了 就是 我最记得那时候 我在马来医院 我睡在这个房间 隔一条走廊的 另一间房间就是罗敏 罗敏睡在这里 接着听到罗敏走了 所以我的情形都是 如果不是神安排 说要留下我的话 我就扣走了 我开始谦卑 做坏了的时候 毛敬辉弟兄说 我真的体验到爱 体验到爱 大家对他的爱 忽略对他的爱 而且他对神有信心 他也信了过神 但是他现在没有了盼望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没有了 没有了忘 一个病人没有了忘 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就特别 带着他们两个 我说 忽略就是你的盼望 他在主里面真心地爱你 他为你摆上了一切 我其实对婚姻很有恐惧症 很有恐惧 当你经历这件事的时候 他我觉得是了不起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 我能够能够在这里 有人爱我 我又可以爱一个人 这么大的福气 所以有时我会说笑 现在我们是没有明天的婚姻 有些会说 这句话很颓废 我说不是 每天的心理准备都是没有明天的 你今天是不是拖得很好呢 结果他们是大团圆结局 毛俊飞的身体和心灵 都得到真神耶稣的恩惠 恢复过来 而胡美二哥仁的剧本 却是在他和毛俊飞结婚之前 已经一步一步被主耶稣改写了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去了泰国谋生 因为我是女儿 我是潮州人 所以他们觉得都是不想花那么多钱 是将我接过去泰国 胡美二曾经被寄养在不同的家庭 后来她得到一位养母照顾 但是生活很困难 在新界懂得养猪 种菜 养鸡 这些是完全在镜头面前 你们不会觉得 我是像一个懂得做这样的女孩 是有点聪明的 在我的人来说 都挺努力 于是乎我拿了一个歌唱冠军 一个中文的书法冠军 和一个英文的朗诵冠军 我拿着奖床回去 跟妈妈说我可以升班 但是她跟我说 她说美儿我仁致而尽 现在我做校服的钱都没得给你 所以你不能读书 在那一刻 我是 一点不开心的反应都没有 我很会演戏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开心 她的心里会很辛苦 于是乎我拿着那些奖状 就觉得没问题 就转着面就走了 其实晚上自己会很伤心 二十岁的时候 我和亲生的爸爸妈妈见面 我妈妈就包着一包金银首饰 一路哭一路挂在我的颈 打在我的手 是补不回我从小到大那种的失落 没有书读之后 我就去做工厂 我是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业 假发、电子行业、车衣 我是最熟悉的 当时我也是一个车衣女工 只不过我就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做车衣女工 就是这样做一世呢 1977年 香港无线电视 举办星宝片场才艺比赛 于是我是为钱和为奖品 去参加这些东西 但谁知道 被我一关一关过了 我最终拿了五千元 和很多奖品 加上一张艺园的合约 电视台艺园的合约 胡美宜的人生剧本 是否从此就顺利演出呢 入到电视台 没有监制肯比起我做 因为觉得信不过 因为我没有受过训练 于是乎我用了五年的时间 是什么角色都做 无论大大小小有对白没有对白 我都很用心去做 渐渐 胡美宜分配到的角色 越来越有发挥的机会 当时我有个名字 叫做胡白祖 即是说一天里面 我拍很多不同的电影 我曾经吹到头发都焦了 文初时装古装 情状什么都齐了 去到半夜三点 还有最后一组要接 她很黑苦 她真的很黑苦 她不是一些周围和人负负 哭了 她不是很坚强的人 她都是咬着牙筋过 当时有人告诉我 学器功是可以强身健体 和可以转云的 于是乎我真的去了大陆 去拜师学艺 我有这些特异的功能 当初很开心 在我们娱乐界 如果你是有特异功能 你懂得看长看相 你很受欢迎的 真的很受欢迎 但是经过几年的练功之后 我看到原来 和灵界很有关系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 就是要把我的灵魂和生命 和这些东西去分享 而这些东西是否操纵我呢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立刻放下 当时一些基督徒的演员 经常邀请胡美尔去交会 都被她拒绝了 有一个圣诞节 我觉得圣诞节去艺人之家 都怕且合情合理 我发觉她很静 没有什么出声 就很难跟她谈得很好 感觉上她好像很小心 很保护自己 你知道在娱乐圈里面 我们拍戏永远 大家都是 你好吗 一个假面厚 可以这么说 一个假面目的比较 因为又不想伤害对方 又想保护自己 永远都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自己 作为艺人 胡美尔内心 都有对真善美的追尋 透过一次教会牧师的讲道 真神耶稣大大地改写了 他人生的剧本 那我说 如果你的良心像一个摄影机 把你在人前 在人后的全部把你录下来 你敢不敢看 特别是呢 当你对于自己的那些过往一切的时候 你可能就fast forward 就很快的 最好不要看 但是别人的话呢 你会slow motion 你会一个一个定格来看 来指责人家 我心里面 立刻有很多东西 是我不让人知道的东西 是呈现出来的 不要说和别人看 自己都不敢看 但是他说 这个世界里面 是有一位真神 他是拥有社罪权柄 这个就是耶稣 如果你信了他之后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旧时已经过去 都变成新的了 是很震撼我的心的 我都没有可能的了 几十岁人 如何重新开始呢 但是牧师他又说 今晚回到我家 你们自己睡觉的时候 蓋上被子的时候 你跟耶稣说 你认了你的罪 你让他做你的老板 他就会拿走你的重担 那一晚我回去真的这么想事 当我有些东西 我觉得是自己不对的东西 我去认的时候 我流眼泪 但是慢慢慢慢 那天晚上 很多的图画呈现出来 我以为我自己是对的 但原来也不是的 那件事 原来我自己也要负一些 不对的责任 所以真是 哭到枕头都湿了 但是很舒服 我摘到他那种 射罪的平安 很干净 很舒服 而且确信 已经被赏免了 那种的感觉是 真的很好 自从我 心里面 去跟他有联系之后 他真的在教我 每一样东西都 令到我知道 神的准则在哪里 知错能改那样东西 那个勇气 虽然内心坚决地相信了耶稣 但是胡美宜 还不敢向别人承认 到有一天 讲到缘笔的时候 基本上他在藝人之家 他每次都会问 有没有人感动啊 举手 是那晚他就不叫 但那晚我很感动 突然他站起来 跑到前面 那时候他想要信耶稣 那这个举动 因为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他不是一个很 很会冲动的人 那突然跑在一起来说 我要信耶稣 我真的要信 那时候就带着他 做决志的打架 他就跟着我 就是很喜乐的 甚至他有一点流泪 在喊来的 就是做了决志的打架 最大的改变 他比较就是开放自己 很多事情都愿意跟我谈 甚至他最不想你知道的背景 都会跟我分享 多年来 主耶稣一直改变着 不敢接受爱的胡美宜 甚至是在美容事业之外 再次给他唱歌的机会 其实神是通过了歌迷 慢慢要我 在这么多年里面 是懂得接受爱的 那些歌迷跟我说 我很喜欢你的 那我就问 多谢 那里面就是为什么 多谢 为什么 很不懂得接受爱 大神就是说 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就是要很真地让你看到 很多人在爱你 我很记得 我很担心 是我第一次的歌唱 如果没有人来听 我的名字就没有了 我们就一起做祷告 那我说 你不要管来多少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宝贵的灵魂 每一个人你为他而唱 可以被人看到 除了胡美宜的歌声之外 胡美宜背后的神 我说当这样的时候 那些观众 他们会体会到 你跟别人不同 那我说其他的 你交在主的手里 不但后来全部票卖光 而且一次一次的 到后来要加场了 我就会觉得 好像我在外面传福音 人如潮水 神真是让你满满 那么多场 以前很可能 事业对他来说 是很重要的 没有安全感 但我觉得他现在的安全感 不是摆在现在 现有他的事业看到的东西 神真是一种甘甜 不是你今时今日 你拿到多少个奖 或者你走在街上 多少人认识你 不是那样 真神耶稣 这种甘甜的爱 亦都静着在 胡美尔和 毛俊辉 两个人之间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戏剧 一个学西洋戏剧的人 非常西洋 而且是在美国纽约百老汇的 那是一个香港乐曲唱大戏的人 一个是读了很多书的人 一个是他没有太多机会读书的人 但是全部融在一起 然后就看见神的一个大能 未真正认识神之前 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挺 不要叫做自大 是挺自我 我是那个大导演 我是那个男主角 我觉得我现在很开心 如果大导演要我做个大角色 我就做大角色 如果他要我做小角色 我做小角色 是令到其他人可以分享到 很开心开心地做 胡美尔和毛俊辉这部爱情剧 有着一首主题曲 有一首歌叫《己虚恩语》 里面是讲述 我和毛俊辉 他在患癌症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的一种经历 他会写 文记去 恩语 惺惺 爱责 盈盈 历生 死 幽明 大情 大声 夜尽 见天 清 讲出 神的一种恩惠在里面 我一切 都是神所做的 就算我之前说我的 很苛欠的童言 每一日过好渠 做好 尽量做好 神所想我们做的事 无尽辉 无尽辉和胡美尔的一台好戏 有着耶稣基督 那你呢? 希望你联络恩与生命热线 分享神所赐最好的人生剧本 愿神赐福你 那台戏 是这样 由开始到现在 你好像觉得 已经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景况 经历了不同的角色 到现在便落于是这样 如果人生如如舞台的话 可以享受舞台 哇 你说多好 35年前吗? 78年 78年 对呀 黏黏一点 你喜欢拖走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先说 你先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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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假设一下 你的剧情 没有了这个女主角 是 你一个最大的大导演 是 你自己要走到那个剧情 你的剧情 想想 没有了她的表演 我现在很明白 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而且可能是一个好悲剧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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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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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電影的主角 他們要找一個女主角和我配電影 這樣一見就好像挺好 結果我們一起拍電影很開心 她很認真 雖然她是第一出舞台劇 第一出舞台劇 但她很認真 很有心機拍 我就很重視這件事 所以這樣的對手就很開心 開心也有得著 演出之後不但觀眾很喜歡 我們倆都獲得列當沿 香港舞台劇獎的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獎 當我們走得很麻煩的時候 我亦是很忙的時候 在排一個很大型的戲 有陳寶珠、劉嘉玲、梁家輝 做的《煙雨紅船》 64場 然後香港話劇團又請我做藝術總監 接著那一年我就做了很多創作 包括我自己一些導演的新作品 《還雲香》《新傾城之戀》 2002年 再加上我邀請了台灣的賴聲村先生 來和我導一個七個半小時的戲 《魚夢之夢》 我和汪明荃還是做男女主角的 所以我那年是很忙很忙 雖然說我們的感情也在進展 也覺得兩個都不是小孩子小女 所以說到為什麼要談分論嫁 但是在《新傾城之戀》 在十月要開演的前兩個禮拜 我突然病了 你… 我懂得我 我再不和你說話 人生如氣 他們兩人的婚事 馬上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進了醫院 很快就已經查到她是癌症 在那時候就真的想想 咦 下個月結婚了 明天就要去酒店下最後的訂 誰知道今晚她就大量吐血 就昏迷 突然發生的 突然 這些是很粵語長片的橋段 我心想 咦 又有這麼有趣的 她第一個告訴我她要結婚 我開場就不得了 但當她在籌備當中 突然發生這樣的事的時候 很多人給她很多意見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是令她更加亂 我反而不是經常會跟她說什麼 我只是告訴她 我每天都會為你們祷告 神一定保守著她們 胡美儀和毛俊輝都是基督徒 當時熟悉她們的牧師 很能夠體會 胡美儀的心情 因為剛動完手術把整個胃拿掉 她看見那個毛俊輝弟兄躺在那裡 已經變得很虛弱很瘦弱 她想這樣的一個人 那我要跟她過一輩子 我要愛她 我要服侍她 可以嗎 最後她在主面前 她認為這是主給我的 所以她願意承擔這件事情 我見到美儀 用了很多的時間 就不斷在毛俊身邊 關心她 愛她 總之可以說24小時 她完全沒有休息的 我說你為什麼可以定得住呢 她說我現在就要學習 希望是用神的愛去愛這個毛俊輝 那一切不算得是什麼 我最記得她跟我說這個話 當她都不知道有沒有生命的時候 有一種很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在我的心裡 我不會覺得是意志可以做到 我覺得神是在保護著我 同時也在保護著毛俊輝 她這種感覺 由上而來的平安 我真的享受過 我是真的享受過 手術之後 毛俊輝要接受 這個就是耶穌 如果你信了她之後 你就是一個新造的人 舊時已經過去 都變成新的了 是很震撼我的心的 我都沒有可能的了 幾十歲人 怎麼重新開始呢 但是牧師她又說 她說今晚回到家 你們自己睡覺的時候 蓋上被子的時候 你跟耶穌說 你認了你的罪 你讓她做你的老闆 她就會拿走你的重擔 那一晚我回去真的這樣嘗試 當我有些東西 我覺得是自己不對的東西 我去認的時候 我流眼淚 但慢慢慢慢 很多的圖畫呈現出來 我以為自己是對的 但原來也不是的 那件事原來我自己 都要負一些不對的責任 所以真的哭到枕頭都濕了 但很舒服 我抓到她那種 卸罪的平安 很乾淨 很舒服 而且確訊 已經被卸面了 那種的感覺是 真的很好 自從我心裡 跟她有連繫之後 她真的在教我 每一件事 令到我知道 神的準則在哪裏 知錯能改那件事 那個勇氣 雖然內心堅決地相信了耶穌 但是胡美儀 還不敢向別人承認 到有一天 講道完畢的時候 基本上她在藝人之家 她每次都會問 有沒有人感動啊 舉手啊 是那晚她就不叫 但那晚我很感動 突然她站起來 要跑到前面 那時候她想要信耶穌 那這個舉動 因為她是一個很穩重的人 她不是一個很會衝動的人 那她突然跑在一起來說 我要信耶穌 我真的要信啊 所以就帶著她 做絕肢的禱告 她就跟著我 就是很喜樂的 甚至她有一點流淚 在喊來的 就是做了絕肢的禱告 最大的改變 她比較就是開放自己 很多事情都願意跟我談 甚至她是最不想人知道的背景 都會跟我分享 多年來 主耶穌一直改變著 不敢接受愛的胡美儀 甚至是在美容事業之外 再次給她唱歌的機會 其實神是通過了那些歌迷 慢慢要我在這麼多年裡面 是懂得接受愛的 那些歌迷跟我說 我很喜歡你的 那我就說 多謝 那裡面就是為什麼 多謝就是為什麼 很不懂得接受愛 大神就是說 我給你這個機會 我就是給你 要很真地讓你看到 很多人在愛你 那樣 我很記得 我很擔心 是我第一次的歌唱 如果沒有人來聽 我的名字就沒有了 我們就一起做禱告 那我說 你不要管 來多少人 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寶貴的靈魂 每一個人 你為他而唱 可以被人看到 除了胡美儀的歌聲之外 胡美儀背後的神 我說當這樣的時候 那些觀眾 他們會體會到 你跟別人不同 那我說其他的 你交在主的手裡 不但後來全部票賣光 而且一次一次的 到後來要加場 我就會覺得 好像我在外面 傳著福音 人如潮水那樣來 神真是被你 就是這樣滿了 就這麼多場 以前很可能事業對他來說 就花了 雖然過程並不好受 但是令他重新認識自己 我一生 我覺得很幸運 但是其實 我仍然有很大的欠缺 雖然我信了主很久 但是我信心是不夠的 是完全不夠的 自己覺得很理性地信主 所以我生病的時候 第一件事 神要我學習的 就是要信 要有信心 所以我一定要將自己 完全交給他 因為沒有了 就是我幾天 那個時候 我在瑪麗醫院 我睡在這個房間 隔一條走廊的 另外一間房間 就是羅敏 羅敏 然後聽到羅敏走了 所以我的情形都是 如果不是神安排 要留下我的話 我就扣走了 我開始 謙卑 做壞了的時候 毛幾輝弟兄說 我真的體驗到愛 體驗到愛 大家對他的愛 忽略對他的愛 而且他對神有信心 他也信得過神 但是他現在沒有了盼望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嚴重 沒有了 沒有了望 一個病人沒有了望 怎麼辦呢 那時候我就特別 帶著他們兩個 我說 忽略就是你的盼望 他在祖裡面真心的愛你 他為你擺上了一切 我其實對婚姻很有恐懼症 很有恐懼 當你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他我覺得是了不起 我自己都覺得 我能夠在這兒去 有人愛我 我又可以愛一個人 這麼大的福氣 所以有時候我會說笑 我會說 現在我們是沒有明天的婚姻 有些會說 這句說話很頹廢 天天天的心理準備 都沒有明天的 你今天是不是拖得很好呢 結果他們是大團圓結局 毛進輝的身體和心靈 都得到真神耶穌的恩惠 都得到真神耶穌的恩惠 恢復過來 而護美二哥人的劇本 卻是在她和毛進輝結婚之前 已經一步一步被主耶蘇改寫了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是去了泰國 謀生 因為我是女兒 我是潮州人 所以他們覺得 都是不想花那麼多錢 是將我接到泰國 胡美二曾經被寄養在不同的家庭 後來她得到一位養母照顧 但是生活很困難 在新界懂得養豬 種菜、養雞、煮豬燒、擔水 這些是完全在鏡球面前 你們不會覺得 我是像一個懂得這樣做的女生 在我的人來說有點聰明 挺努力 於是我拿了一個歌唱冠軍 一個中文書法冠軍 一個英文朗訟冠軍 我拿著唱床回去 跟媽媽說我可以升班 但她跟我說 她說美兒,我仁智而盡 現在我做校服的錢都沒得給你 所以你不可以讀書 在那一刻 我是 一些不開心的反應都沒有 我很會演戲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不開心 她的心裡會很辛苦 於是我拿著那些獎狀 就覺得沒問題 就轉著臉就走了 但其實晚上自己就會很傷心 二十歲的時候 我跟親生的爸爸媽媽見面 我媽媽就包著金銀首飾 一邊哭一邊掛在我的頸 打在我的手 好呀 日子 我不白想 一個帶著自卑的女人 歌迷跟我說我很喜歡你 我請問多謝 但裡面是為甚麼 多謝是為甚麼 很不懂得接受愛 一個帶著自我的男人 不要叫我自大是多自我 要希望逛街的時候 人人都會知道 忘記我就知道我叫胡美儀 我是那個大導演 我是那個男主角 他們演出著一台好戲 一樣的女生 他們拿一隻來 我可以拿一隻來 ciamo一個 來來 坐 een 坐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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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些人 這麼多 五十歲 二王 小時候我和你都怕黃 全厨余 全厨余 这些瓜子里西米 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那是高峰了 有一个英文说的很好 传话有分寸 我给你几个英文名字好不好 好啊 那亲儿所闻 青年所住 成功演出之后 毛俊辉和胡美宜这对演艺夫妻 望女偷闲 享受二人世界 胡美宜是香港资深的电视艺员 因为一次舞台剧的上司 扭转了她的演艺生涯 92年的时候 我做了第一次舞台剧 就拿了最佳女主角 拿了个奖很深酸的 很不开心 人家就问 拿奖也不开心 因为那时我做的电视电台 在那裏做了17年 我一直都很挣扎 很努力的 希望别人会认识我 但是做来做去 别人会说我是甘草演员 但那时事实我真的很年轻 我现在来说 我就会觉得 真是好了 甘草 会有甘味 甜味是好东西 但那时的我 就会觉得别人说我老 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机会了 而去做舞台剧的时候 第一次去做 别人就颁了个最佳女主角给我 我觉得 那个奖好像一粒糖 即是说 你做了十多年 演艺界 给你一粒糖 这粒糖得了 好开心 不如又试试做第二样 从此 胡美宜淡出电视幕前 转心投入美容的事业 而这次舞台演出 却令她结晰到 当时担任香港演艺学院 戏剧表演的系主任 毛俊辉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十七年 我在美国十七年 所以我不知不认是谁 那时我是为我的学生 他有个剧图 是保不回我从小到大那种的失落 保书读之后 我就去做工厂 我是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业 假发 电子行业 车衣 我是最熟悉的 当时我也是一个车衣女工 只不过我就会问自己 我是不是做车衣女工 就是这样做一世呢 1977年 香港无线电视 举办星宝片场才艺比赛 于是我是为钱 以及为奖品 去参加这些东西 谁知被我一关一关过了 我最终是拿了五千元 以及很多奖品 加上一张艺园的合约 电视台艺园的合约 胡美宜的人生剧本 是否从此就顺利演出呢 入到电视台 没有监制肯比起我做 因为觉得信不过 因为我没有受过训练 于是乎我用了五年的时间 是什么角色都做 无论大大小小有对白 没有对白 我都很用心去做 漸漸 胡美宜分配到的角色 越来越有发挥的机会 当时我有个名字叫胡八祖 即是说一天里面 我拍了很多不同的电视 我曾经吹到头发都焦了 民初时装古装 青壮什么都齐了 去到半夜三点 还有最后一组要接 她很黑苦 她真的很黑苦 她不是一些周围和人掃苦 她很坚强 她也是咬着牙筋过 当时有人告诉我 学器功是可以强身健体 和可以转魂的 于是我真的去了大陆 去拜师学艺 我有这种特异功能 当初很开心 在我们娱乐界 如果你有特异功能 你会看奖和相 你会很受欢迎 真是很受欢迎 但是经过几年的练功之后 我看到原来和灵界很有关系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 就要将我的灵魂和生命 和这些东西去分享呢 而这些东西是否操纵我呢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立刻放下 当时一些基督徒的演员 经常邀请胡美仪去家会 都被她拒绝了 有一个圣诞节 我觉得圣诞节去艺人之家 都怕且合情合理的 在艺人之家 我发觉她很静 没有什么出声 就很难跟她聊得很好 感觉上她好像很小心 很保护自己 你知道在娱乐圈里面 我们拍戏永远 大家都是 你好吗 一个假面厚 可以这么说 一个假面目的比较 因为又不想伤害对方 又想保护自己 永远都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自己 作为艺人 胡美仪内心 都有对真善美的追寻 透过一次教会牧师的讲道 真神耶稣 大大地改写了她人生的剧本 那我说 如果你的良心像一个摄影机 把你在人前 在人后的 全部把你录下来 你敢不敢看 特别是呢 当你对于自己的 那些过往一切的时候 你可能就fast forward 就很快的 最好不要看 但是别人的话 你会slow motion 你会一个一个定格来看 来指着人家 我心里面 立刻有很多东西 我不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是呈现出来的 不要说和别人看的 自己都不敢看 但是她说 这个世界里面 是有一位真神 他是拥有社罪权